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曾志祥 今天的交權指數呢,現在1109億 在3月19號的今天,量數到只剩下1109億 因為在接下來兩天過後,Fed要做一個升息的動作 因為市場預期升息的機率大概九成 那你說,當然這個是預期到的一個利空 我們不能說它是利空,因為已經預期到了,而且先前已經反映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要看,就是說它今天到底升息三次還是四次 這是第一個部分,所以現階段在今天市場觀望的氣氛比較重 那當然守住指數,特定的守住指數 從上個禮拜五的一個回盤,他就在說守指數這樣子的動作 那當然有人說是負時的調整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背後什麼因素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那不能把那個問題全部怪罪丟給負時,這個調整指數的這一個因素 這還蠻奇怪的 那當然,那個題外的話我們不多說 這個盤市現在今天就這樣子的量數,已經量數 那當然上個禮拜五其實它也算是一個量數 上個禮拜五其實也算是一個量數,但是只是一個尾盤的話量爆了差不多五百億 否則如果沒有禮拜五的尾盤爆量的話,它也差不多是一千一百多億 所以它是連兩天的這樣子的量數 現階段你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個比較籌碼永進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籌碼永進的狀況指的是一個觀古法人,我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說你說指數要在用力的攻擊,在這一兩天的時間機率不大 除非你刻意要做禮拜三的結算,不過就外資目前的整個這個持股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期貨跟選擇權小進小出的這樣子的狀況 它主要還是比較偏向做一個短線的價差 那但是呢,這邊有一個重點 大家一定要去看,這是OTC 你可以看得出來,OTC今天呈現開高、衝高,然後整個收最低 開高、衝高、收低,對不對 開高、衝高、收低,對不對 這收的相當而言,收的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各位說好朋友,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OTC今天最高是155.7 155.7 155.7,距離前波高點155.74 前波高點在這個位置 好,這個已經相當接近了 好,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等量 好,所以今天的賣壓盤中賣壓其實是比較重 好,所以你會在今天盤中差不多11點左右的時間 在阿翔老師盤中的即時light上面就特別通知了什麼 通知了說我在等獲利下車的時機 不要再去幫我們的股票去做抬腳 包含了矽晶圓 包含了南亞科 那我們來看了,3016的下金 這上個禮拜五已經全部出清了 36塊全出清了 31.2做到36塊錢 31.2做到36塊錢 那你看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看喔 6182的合金 上個禮拜五我們先砍了一半 然後今天衝高來到這個位置 他功夫再不過去 阿翔老師剩下一半全部出獲利出清 這張股票呢,買在42塊都43塊錢還不到的一個位置 我們出在這個48塊附近 得一張賺12個百分點左右了 得一張賺差不多5塊錢 一張5000嘛 6182的合金 那當然在短線上來說 他兩次功高帶量不過,而且都帶上影線的黑K 兩次功高不過都帶上影線的黑K 這個都方力道還不夠 所以在短線上他需要去做一個休息 那在我們出掉合金之後呢 訊息發出去給會員朋友出掉合金之後 全數獲利下車放到口袋中之後呢 6488的環球晶 尾盤竟然去做擊殺 尾盤竟然去做擊殺 那當然這個都方去世是暫時還沒有被破壞 當然問題是在於什麼 為什麼我說他暫時還沒有被破壞 因為一根長紅拉上去 唱高亮縮壓回黑K 短線上還是要整理 但是我們現階段要探討的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什麼 今天中美金 開高衝高盤中攻上亮燈漲停爆亮 但是卻數不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壓力比較重 都有壓力比較重 那在背後的根本因素是什麼 根本因素是什麼 根本因素就會出在這個 就是出在這個 因為OTC指數挑戰前波高點 前波高一點過 當然就是從今年的新高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來到這個位置 多方追加意願不足 配上一個獲利下車的賣壓比較重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造成開高九低這樣子的狀況 那現階段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整個回過頭來 承襲我們上個禮拜我告訴各位的 你現階段應該要開始解碼持股 降低持股檔數 提高現金的部位 因為現階段當指數來到這樣子的位置 你不管是指標也好 不管是指標也好或者是這個相對位階也好 都是來到一個相對一個比較偏高的一個位置 再加上今天出現等量的上影線 那你要說這是避雷針也好 當然在現階段來說 那當然短線它有過熱的這樣子的現象 要稍微休息震盪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也會去看看的是什麼 因為現階段你就趨勢上而定 因為現階段你不管是月線也好 季線也好 年線也好 全部都是開始上揚 往上開始往上翻揚 所以說就目前的加權指數來說 它先下再上它其實會更漂亮 先馬上下來再上去它就會更漂亮 了解這個意思嗎 那有可能就是最邪惡的第五波 意思就是說如果這邊能夠先整個加權指數 OTC能夠先下 然後這邊沒盤什麼沒有爆量之後先下 那就有可能就直接走很邪惡的第五波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說那是一個機會 所以在現階段來說 我們先提高現金的比重 留下了持股 等著停役就好 就像我們2408的南亞科 上個禮拜五 我們94塊二先砍了一半 因為先前畢竟這兩股票 後面有太多人在跟單 但是重點是大家跟單跟得開心之餘 如果您是跟阿翔老師一樣 買在81塊跟82塊附近的投資好朋友 你跟著手停一點就好 因為畢竟在這檔個股的時候 你過去你回過頭來去看之前的節目 當他都還沒有漲的時候 只有阿翔老師一個人在分析他 在2月21號的當天我特別強調 這個是調高全值比重最高的一檔個股 MSCI但是當天卻殺尾盤 當天殺尾盤之後呢 這天節目我們特別把它拿出來談 因為他MSCI調高全中卻殺尾盤 那我說這個多方缺口只要手術 後面他都會有機會直接再攻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後面我們在這個位置附近 又開始建立了一個持股 81塊二 81塊82塊附近 然後到現在為止來到97塊錢 等於一張你97塊 81塊到97塊 等於一張差不多16塊錢 一張差不多16塊錢 那這檔股票也是我們 這個搶錢123的 這個專班的會員朋友 剩下的唯一一檔持股 我們手挺一點就好 那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你先了解現階段的一個接受 我們今天做多也不是隨便亂做 我們今天做多也不是天天都在買股票 我們今天做多如果天天都在買股票 那當然就會天天漲天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對會員朋友來說 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股票市場 是要真正的賺錢 而不是那些虛擬的漲停板 畫出來 那可是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所以阿翔老師才常常在講 我們現階段帶會員朋友 操作的一個核心的重點 在資金配置上面 是採取短線加上波段 短線加上波段 所以你看 在現階段來說 一般會員朋友 波段股是兩檔以內 其他是做短線 然後搶錢一二三四三檔以內的股票 波段股只會有一檔 那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我跟各位說過 我們重點是著重在這個時間點 它接下來震盪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機會 好當你資金配置好 然後策略也定好 從籌碼產業 還有技術面的角度 來去相互配合 來去面面俱到 這樣子思考 你自然就能夠掌握到 下一次的南亞克 這個機會絕對會有 但是重點是短線上 因為大盤價錢指數 OTC在相對位置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相對高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等它整理之後 要看它是整理之後再上 還是先回之後再上 反正現階段 整個趨勢都往上在走 已經整個由空轉多在走 意思就是 原本月線是短空 但是現在已經整個翻多 那季線本來就是多 這個年限本來就是多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先提高一些現金的比重 才能夠去掌握 下一次更漂亮的一個買點 了解這個意思嗎 如果天天都會買股票 你怎麼賺錢 每年化漲 你不然 我覺得那個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 那當然 在這個稍微提高現金比重 等待的一兩天的時間點之餘 我們還是要必須去觀察 一些有機會的股票 看他什麼時候有機會 要準備發動 那我們從題材面來思考 以及從業績成長性的角度來思考 其中我們先前談到像是飛瓶陣營的這個部分 飛瓶陣營的部分其中包含了幾個二線光學跟五線充電 這兩個產業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整理都好久的一段時間 其中像是3019的亞光 他整理好久好久的一段時間 各位收看好朋友 他從過去這段時間整理了很大一段時間 後來連拉山跟紅街棒還破壞地 再往後拉 現在呢 持續關注 3019的亞光 看他有沒有機會形態上的形成 另外呢 3019的亞光另外在二線光學當中 3428的光耀科也是一家有不賺錢的光學股 季線持續下壓到這樣子的位置 這壓力壓到這樣子的位置 慢慢的有機會他就不會再次壓力 持續觀察 那當然當然 再來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在上個禮拜有一天的時間 3406的玉金光 攻上了一個亮燈漲停 在一早開盤就直接瞬間擊打 他的這個協力是非常陡峭的在開盤的時間 但是隔天哇大丹就直接看出來 顯現出他上方的賣壓的確是很重 然後又加上有一個葛日沖的大湖這樣衝進來之後 葛日沖完 但是到他目前整理的股價 你接下來要持續去觀察他的整理姿態的狀況 因為目前這個是一個季線 他接下來如果能夠橫盤越過一個季線的下彎 到後面季線就會扣體到這附近來了 所以如果能夠橫盤越過季線 又守住這個長紅K棒一半 他後面又會有再有機會再攻一次 這是一個單純的就是一個所謂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當然這還要配合整個大盤的指數的角度來看 其中尤其是OTC 因為OTC跟中小型個股是密切相關的 當然這就是二線光學的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像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無線充電 這一塊的領域也是在飛平陣營 其實這個無線充電在接下來 它其實產業趨勢發展向上 這是無庸置疑的 加上股價都處於一個低低的一個位置 當然我們在這個時間你要去評判 評判什麼 長到太高的當指數在震盪的時候 它會休息或者是適度壓迴 但是如果說像我舉一個例子 3105的文貌 連拉兩根長紅K棒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的追加意願力道都有減弱的跡象 減弱的原因是來自於你正乖離比較偏大 正乖離偏大的情況之下 你本來追加意願就會低 加上指數在這個位置 那2455的全新 也是類似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如果要做3D感測的話 你這兩檔一定要仔細去觀察 那這檔就不用看了 因為這檔是弱的 8086的紅杰科 為什麼這檔是弱的 你看 破了半連線之後往上拉 再破第二次再往上拉 第二次沒有過高 又再破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8086的紅杰科 相對於全新跟穩貌 當然明顯是一個比較偏弱的格局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選強的本來就是一個 我們在選股的當中 一個思維的一個角度 當然我們舉以上其檔的個股的例子 是我們主要 接下來要找機會 等待機會 事蹟而動的一些方向 又或者是 再舉其他的個股的例子 我們會持續觀察 八年像是什麼 八年像是什麼 抱歉 八年像是這個 像最近有人在談蘋果 平概股 那當然這是因為他先前 紅海連拉山跟紅黑棒拉上來之後 會去談的一個概念 很多人見風轉舵 直接看掌桌 當然這檔紅海是非常多 投資品有關心的一檔個股 但是我在看蘋果股的話 我現階段會注意的一定是 賣新的MacBook MacBook 新的筆電 新的蘋果的筆電的這個部分 因為畢竟蘋果你的iPhone 它是要到這9月份才會推出 所以現在的重點會先放在它的新產品 MacBook的賣金塔的筆電身上 其中有幾檔個股 我們要多加去留意 3037的新興 3037的新興是其中一個相關的一個概念 先前衝高之後亮縮壓回再攻高第二次 不過但是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正常的情況來說 這一支一根黑黑殺下來 連續兩天亮縮再一根紅黑棒在手 這個有多放在做防守 因為不然你這邊不防守的話 他再下來就形成有可能性的一個M頭 但是因為他加上他又不是高率比較貴的股價 他20塊還不到 所以這其實防守起來是容易的 當然要持續觀察 那另外像是這個 6176的瑞宜 6176的瑞宜去年的獲利也是非常的亮眼 他在先前一波的走勢當中 一段時間先做的急功 急功上去之後有創高 急功上去之後有創高 不過最近這兩個禮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黑黑出現的太多 所以短線上他還是處於一個修正整理的階段 那先前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一根帶亮的黑 不過上個禮拜五的量有出來 是背後要再尾盤那個因素 量忽然增加這個因素也要剔除 所以在現階段來說 6176的瑞宜 衝高之後量收回撤 持續觀察他整理的狀況 有沒有機會再形成第二次供給的趨勢 持續觀察 因為畢竟他的獲利 以他的獲利跟他目前的股價來算 他本益比不算高 再加上蘋果即將退出 新的MacBook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社會的概念 另外像是 不過這檔股票 我是 這是3673的TPK 太多產戶朋友喜歡的一檔股票 我們暫時還是先把它 視為一個跌聲反韓的一個概念 跟瑞宜走勢不太一樣 那像是還有還有一檔是3376的這個新日新 3376的新日新 投資朋友連續拉收三天的紅K棒 帶量再衝高不成往下回撤 又回到一個線上再做一個整理 目前整理時間目前還沒有完全結束 持續觀察 剛剛我們點到這幾檔個股 不管是新日新也好 瑞宜也好 TPK也好 又或者是3037的新星也好 它是MacBook的這個這個平概股當中 MacBook的這個這個相關的一個供應鏈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平概股 朝這個方向走 那最後剩下一些時間 當然你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當指數來到這個位置 市場的一些資金一定會轉去一些 比較偏高值率率的一些概念 偏高值率率的一些概念 所以你其實在現階段在觀察一些個股的時候 值率率你也必須要考量進去 而有一些值率率高的股票 它在往上衝 當然也不用因為值率率高的關係 而去追它 你可以買那種去年獲利很好 但是它股票鼓勵 還沒有鼓勵政策還沒有宣布 先卡位 像是一些個股 像有些股票 哦 哦 1808的潤樓 這個 足力也是挺厲害的 當然還有5534的長紅 2534的紅勝 或者像是這檔股票 2409的優達 2409的優達 短底有打出來的現象 但是整理時間我認為不是這麼的夠 不過呢 因為它鼓勵政策還沒有宣布 它去年賺的獲利還不錯 現在股價才13塊多 如果佩奇一個數字是亮眼的 挑戰全高 我們不能說沒有機會 畢竟底薪也慢慢逐漸打出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機會是存在的 機會是存在的 當然我們花一點時間 稍微等待一下一個漂亮的買點 我覺得那會更漂亮 我覺得那會更漂亮 如果你想像阿翔老師的會員朋友一樣 我們積極的搶錢 但是進出又有依據 不會全面的亂買 控制好持股檔數 短線配上波段 一般會員朋友五檔以內 搶錢一二三的會員朋友三檔以內 這些全部都面面俱到 這樣子長期下來 絕對有辦法賺錢 20.08乃雅科 81-97 反正希望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說您認同阿翔老師的分析 歡迎加入阿翔老師的LINE 阿翔老師的LINE是小老鼠 下寫的2330 阿翔老師說過 盤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訊息 阿翔老師都會提供緊急盤中的即時分析 給所有LINE的老朋友 就像今天 我說我在等貨地下車 今天的OTC 就收出了一個長項領先 你看到那樣的訊息 在11點左右的時間的時候 你是不是今天就不會亂追股票 進出都有所依據 交給阿翔老師幫您規劃 感謝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說您認同阿翔老師的分析 歡迎加入阿翔老師LINE 祝各位明天 這個操作順利 謝謝